现身北戴河后胡春华再添重要职务 图 看中国记者苗威综合报道 中共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据信已经召开 记中组部部长陈希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现身北戴河后 胡春华再信任一重要职务 8月9日据中国政府网消息 国务院调整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其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担任组长 此前该职务由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担任 8月4日中共高层就派出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组部部长陈希和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与62名赴北戴河休假的专家进行座谈 此举也打破了中共多年来的惯例 此前看望专家的领导人多有政治局常委领衔 对于农村工作 胡春华还有一个职务 就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今年7月5日据中共官方消息 全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推进会议 在北京举行 这是胡春华首次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身份现身这次北戴河会议召开期间 正处在中美贸易激烈冲突之际 两国宣布了对彼此价值34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 25%的关税后 华盛顿宣布要对另外甲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 25%的关税 这些关税可能在9月6日评论息结束后开始征收 作为回击北京宣布将对另外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5%至25%的关税由此外界推断中美贸易战很可能成为北戴河会议上的主要议题之一 BBC引述专家分析称 对北京当局来说此次北戴河会议上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美中贸易战 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内外环境的一系列变化 这个问题是中共党政要员和退休元老们难以回避 不得不讨论的报道说 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北京当局的危机意识 是很强烈的在战战兢兢的度日 在贸易战有可能引爆中国社会的前面危机之时 党政要员和退休元老们在北戴河会议上恐怕免不了争吵 路透社报道习近平仍掌握中共大权弹党内对当前的经济政策 和如何回应贸易战有不同的声音 这对于保持一致的中共来说是罕见的持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 让中方滋生不满情绪 中国舆论场已将愿言焦点意外转向了另一副总理刘鹤 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务院副总理中排名中比刘鹤烧钱 但胡春华分管商务胡流两人分工交错 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 此前有报道趁一些高层提议由另一位副总理胡春华牵头继续 以两人合作或后者独领 试图寻找解决这场已持续数月的经贸摩擦的新路径 胡春华6月27日首次以中英经济财经对话中方牵头人身份 在中南海会见了英国财政大臣 对话英方牵头人哈蒙德一行这一安排也引起一些猜测 提到那么但是也有点是不保证了 你是在提到事情吗 并不是网络者会来 term化的